北京这个婚礼的这个场外的 我说的那个仪式 这个东西是我设计的 因为这个不是说 等于是给新娘的礼物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下 那船的概念可能就是 因为我跟他求婚 是在船上嘛 就等于有一个 有一个延续 有个延续 有个延续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陈晓和陈晓婚后不久 就生下了儿子小猩猩 男人也是对孩子非常宠爱 但是两人之间的婚遍传闻 却没有停过 许多网友认为陈晓眼里没有兴趣了 猜测是不是因为跟陈晓婚不合导致的 其实他们夫妻俩只是低调 陈晓婚参加浪姐节目录制的时候 陈晓会主动为陈晓婚转发微博加油 近日陈晓婚过生日时 陈晓也会主动转发微博 为其庆生 并且甜蜜地称呼陈晓婚为老婆 陈晓婚也在评论区 甜蜜称呼陈晓婚为老公 所以这对夫妻真的是感情低调 越稳定 陈晓婚也在儿童节晒出小星星的照片 祝福自己的孩子 儿童节健康快乐 这一下三口也太幸福了吧 一气生情 然后迅速结婚生子 夫妻感情雷打不动的甜蜜 完全不在意外界是怎么说的 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行了 关注我 关注我 关注我